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55亿的成交量 建收在12413 那么指数连续大涨之后 今天来稍微有些压回 好 不过今天因为也有许多的股票储存息 所以基本上大概 基本上起跳就先扣了30几点 所以今天跌幅算是小幅震荡一下 也还OK 但是今天贵买就比较强一点点了 因为今天贵买指数来看到 在低档反而打底要上来了 所以当然今天上市的部分的话 像台积电这些稍微有拉回 这之前贡献指数最多的 所以当然指数也有一些压抑 因为大约就是 出圈息的股票下跌的点数 加上台积电下跌的点数 这样加起来其实差不多就跌幅 好 那再来的话 那贵买来说 那么把它打底开始往上 好 那先看看贵买 当然大家很多人关心 最关心生计 那先来看看生计里面 这是合一 好 那么今天早上的话呢 持续反弹 然后又洗了一下 洗了一下最后拉回来 好 最后收盘的时候收高 好 那么中天也差不多走势 那收盘的时候是差一档涨停 好 所以这两档因为是跌了相当相当多了 所以基本上先反弹吧 对不对 因为不管怎么说跌这么多下来的话 短线上空间也出来 那当然你不能指望它说 像之前这样子连续涨停连续涨停 好 不过我觉得应该先反弹之后 再来就是经过消停成立 那么和意思也差不多 好 那么应该就先往这附近反弹 那反弹完以后震荡 那么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也会到解禁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先摆脱掉之前的 这种大涨大跌的感觉 那应该会反弹之后 开始进入整理期 那因为这跟以前的 就是说最近市场焦点 很多人都在讲它 讲到生计就讲它 现在生计 大概一谈到生计就是讲这两档 那其实生计也不是只有这两档 对不对 其实生计股也不是就是 这两档股票而已 那但是市场好像有些过分连结了 这个连结的 其实讲起来生计股是很多 不同的族群 又不是只有那两档 对不对 那两档当然跌生也该反弹了 但是其实还有 其实还有更多的股票 所以有些业绩后面要大成长的 那有一些获利很高的 不可能都是一样走法 所以我当时就讲说 他们在后来跌下来的时候 上礼拜五我就说 其实中天合一也差不多 这礼拜会真的反弹 那其他的很多生计股那个 该涨的更要涨 对不对 因为生计股不是只有那两档股票 但是因为市场上面都在讨论的时候 变成连结好像那两档就代表全部的生计股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生计里面明明就很多不同的类型 是不是 而且有些获利就非常好 那获利很好的股票 变下来当然就是买点 对不对 你看看 这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那恒大 对不对 上看三块钱 那人家就真的是赚很多 是不是 而且第三季的数字也是很好 那第二季就赚了七块多 七块多 一百三十几块 一季赚七块多 一百三十几块 怎样那都是真的是超跌 因为第三季也是往上 对不对 所以我说市场有些把它 不知道是因为那两档股票 太吸引焦点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大家就是就一直在讨论那两档 好像生计股就是那两档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对不对 还有很多获利好的 那或者是第三季大好的股票多的 那那些本来就会涨 所以我就说像很大跌到一百三十几块的时候 我说那六月就赚三块钱 对不对 隔天下午公告出来真的就三块钱 真的就三块钱 那一季就赚了七块多 对不对 那股价当然也总变低 那时候一百三十几块钱 那已经连续涨三天了 对不对 今天早上到一百八几了 收盘的时候一百七几 有没有 礼拜一的时候一百三几 到今天早上一八二 差五十块 差了五十块钱 对不对 那获利非常强的股票当然要反应 所以其实生计不是只有那两档而已 那但是就是市场 那连结的有点 好像只有那两个这样子连结是有点 有点有点超过 对不对 而且说实在话 那两个也是该谈的 因为那就跟以前那些不一样 那市场其实有时候会简化它 或者有些人就说 以前生计怎样 以前跟现在都不一样 对啊 以前跟现在其实情况也不同 再加上现在生计有很多好东西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来 像是EV 你说它市值高吗 市值三十几亿 12颗新钥市值三十几亿哪里高 对不对 所以这根本就是就很低估 而且第三季开始陆陆续续 就是下半年开始要开花结果 然后美国制造这个是既定的政策 所以那个也是首多 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生计 都跟那两档画上等号 对不对 那市场的解盘都是这样解 好像一讲到解盘就讲到那两档 讲到那两档就代表生计 其实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生计里面明明就很多 不同类型的股票 那产业不一样 对 那有各种不同的类别 那有的第三季大好 是不是 有一些下半年大成长 还有的获利数字本来就很好的 对不对 所以从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就一直提醒大家 我觉得那两个当然是要反弹 本来就要反弹 因为有时候跌到最后就是 应该说是筹码上的关系 也脱离一点基本面 也是有点跌过头 那筹码的关系是因为交易制度吗 它就一直分盘所以没办法 那一直分盘它就最后就是以跌止跌 对不对 那以跌止跌完了就当然反弹了 对那再话说回来 那我就说生计里面首选是什么 首选是什么族群 核酸检测啊 是不是 这个上礼拜就讲了 核酸检测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 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第三季 营修跟获利大好 成长幅度非常强啊 对不对 那怎么可以化上等号 所以我说生计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类型 就像电子股里面 它不是一档去决定全部 那个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很多次族群啊 大家东西不一样啊 是不是 加上获利好的股票 或第三季大好的股票 那么接下来就是反应力多嘛 就是反应力多 对不对 所以核酸检测第一个要注意的 最看好的 对不对 上礼拜就开始讲啊 对就跟大家讲啊 然后你看这段时间 普生是不是一直涨 核酸检测 ABC普生 然后还有瑞基嘛 那ABC也是连续喷涨停啊 对不对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是不是两天两根涨停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所有 不是所有的生计都一样啊 因为这个就是 就真的是出美国啊 那而且美国疫情也还在扩大 对不对 所以我说核酸检测第一个要注意 那那数字会拉得最快的 和最有爆发性的 我觉得瑞基跟普生 就瑞基跟普生啊 这两个你一定要注意 对不对 那普生反正就是 最近涨相当多哦 对不对 那么 来今天也一样了 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大涨 那涨非常多哦 那这个从一开始讲到现在 那个已经不是几十趴的问题了 那个是倍数以上哦 而且还不止一倍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是大 真的是一大段 那涨那么多上来之后 那上礼拜拉回嘛 那拉回的时候我就说 你第一个要注意什么 你第一个要注意就是核酸检测啊 对不对 因为核酸检测是第三季 营收跟获利成长最大的 对不对 数字会跳最快的 那当然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生计都一以盖之啊 那生计又不是用一档而已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 电子也不会是只有一档 就决定全部 这个意思是一样嘛 更何况那个 我是觉得分盘交易 是加重了那个跌幅啊 那那个 但是那个也是短线现象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 筹码上面的超涨超跌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跌过的话当然要反弹啊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 第一个核酸检测第一个要注意 那补生是这两天是标的非常多了 对不对 你不要看这样K线 你好像看不出所以来 那这两天 连续两天都是十几趴十几趴 这一天都是超过一根涨停 这一天是超过一根涨停 这一天是超过一根涨停 那接下来业绩就大好啊 所以你说前面的高点 前面的高点我觉得是很轻松就会过啊 对不对 因为从我们开始跟大家讲到现在 这个上来是好几倍耶 这不是涨一点点啊 那涨上来是有所本啊 对有所本就是 6月比5月成长一倍 对不对 成长倍数啊 那7月营收又大好 对不对 因为7月 7月定单大好 然后8月的营收 又比7月更好 那这每个月都是用跳的 那每个月跳不是说每个月增加10%20% 每个月都是这种五成一倍再翻 五成一倍再翻 对不对 到7月就快满载了 那7月快满载 8月搞不好就两半只了 所以我说那后面会有真的 营收跟获利的力多都等在后面 所以我说核酸检测第一个你要注意啊 生计里面谈第一个一定核酸检测 对不对 一定最强的就是这里 那尤其是营收获利要大好地一定冲第一 那普生的话当然它会冲最快嘛 日记我是不是做也差不多 对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日记差不多啦 对嘛 这样讲的嘛 那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后面的营收跟获利都大好 那普生东西是有三项啊 对不对 它不止核酸检测 它也有快塞啊 那快塞现在在美国 临床大概7月底8月初 也差不多了嘛 EUA也差不多了嘛 对不对 加上现在满手订单了 因为新的订单 6月份还真的是 6月份营收翻一倍 其实还真的 还真的不是拉到全满的时候 那7月可能就快满载 8月 可能就要启动两半支了 启动两半支 那营收获利翻得可大 对不对 因为那一翻上去 你要知道那毛利都很高 它毛利都是六七成以上 那普生也一样啊 普生做的是比较标准款的嘛 标准款的PCR嘛 那标准款的PCR 当然没有瑞基的毛利 瑞基更高一点 因为瑞基是特殊型的嘛 对不对 但是普生那个毛利 如果在电子里面算非常高 对不对 那种毛利率 你规模经济再上来就更高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上次跟大家 这个一路上 一路跟大家讲之后 就是真的是倍数算 而且是不只一倍而已 那从80几一路喷喷喷喷 喷到270几 这一上来就是好几倍 那拉下来这里是买一点 对不对 公开讲嘛 那昨天是10几% 前天是10几% 连续两天大涨 对不对 接下来一样 这里我觉得很容易就会过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 接下来要反映才是真正利多 那利多等到后面 所以我就说核酸检测是第一个 生计里面第一个要充出去的 也第一个可以让你赚大钱 那我昨天也讲说锐基差不多了 是不是 昨天锐基没涨 我觉得锐基表现还好 对不对 昨天也没大涨 那我昨天跟你说锐基就差不多这里了 那两个其实都是都会涨 因为那两个爆发力都很大 对不对 那锐基 你今天早上还有很好的买点 是不是 如果你前两天没有买的人 今天早上来 你一样可以赚钱了 好 那么今天锐基 来开盘之后后来没有多久 今天就涨停了吧 对不对 今天就亮灯涨停了 在涨停所住了 锐基现在是 正式取得了TFDA的外销执照 这个其实是很大利多 那是很重大的利多 那当后面还有一个EUA的 那是后面有第二个利多 那这个利多为什么说是真的很大利多 这个其实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他们之前那个 到目前为止 在还没有拿到正式外销执照之前 之前出货是用RUO的方式出的 RUO方式出的 第一个它不是很每个地方都可以出 所以它之前是有限制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有满手的订单 但是你没有办法全出 因为有些地方它就是有限制 你还没拿到正式的外销执照之前 它其实就是受限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时候营收递延一点 你说递延就是这道理 对不对 但是拿到正式的外销执照就不一样 那就完全不同 对不对 第一个你就没有这么多的限制 你就不是用RUO的方式出 那再来的话你正式取得之后 很多国家都可以出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开始出货 这个就完全不同了 那个是正式开始了 再加上拿到正式执照之后 那个就是价钱就不打折了 就等于直接涨价了 RUO的方式出是 出的地区会有限制 然后单价也比较低 那正式拿到之后就回到正式的了 回到正式的涨价 所以第一个会涨价 第二个手上订单也可以出货 对不对 像中东那些订单 那都可以开始出货 所以那其实很大的利多 就是正式要起飞的讯号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之前说就是月底 对不对 就是最后这两个利多 一出来就喷出 那绝对是要喷出嘛 所以你就先买好就对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满手订单 它可以出货的地区大增 而且就马上会开始涨价 那一涨价你知道 涨价的时候 多出来的都是多赚的 对不对 因为它成本不变 所以现在它毛利其实已经蛮高了 那毛利本来就70几% 70几%的毛利率 再涨价的毛利就更高 而且这样股本也小 股本就4亿多的股本 所以这标准的爆发就很大 小股本高毛利 是不是再加上涨价 对不对 然后原来的限制拿掉 那现在可以出到更多的地区 对没有受到当时用RUO的时候 很多地区还没办法出货的限制 是不是现在很多 那一些订单都可以出了 所以这个是大利多 那是正式要开始起飞 所以我上次就讲说六亿收最差就这样 那就是地盐 地盐当然也跟这个执照还没拿到有关 对不对 那一旦正式拿到之后 那就回到正常了 那回到正常之后 加上8月开始 新产能准备要进来 8月开始新产能陆续到位 8月开始过 9月过更多 第四季扣到100万剂 你现在满手的订单就准备出货了 是不是满手的订单 所以我说它7月会比6月好 然后8月会爆发 对8月就是会爆发 这过的意义非同小可 对不对 这等于是之前的那些限制都拿掉了 拿掉之后当然就是 后面载手订单就准备开始出 所以我就说这是非常非常强劲 因为它载手订单 跟潜在的订单都非常的强 潜在的订单 载手订单都已经非常非常强劲了 拿到以后又直接涨价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检测这块你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检测这块里面 是不是浦生是第一个先喷出去 因为浦生本来就没有那个限制 所以它第一个先喷出去 那再来就是瑞基 瑞基的位置又漂亮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当时就讲说 这个很低档啊 之前先拉回过 现在刚打完底 对不对 拉完过打完底 当时反应六月营收下来 六月营收因为还没有拿到执照 那现在正式执照拿掉之后 后面的新地单全部都可以出 所以你这个打完底上来之后 再来就准备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生计 之前很多人都把那些都连在一起 就好像生计是只有那 好像生计只有那天国医会一样 对不对 其实生计也不是只有那几档 但是核酸检测 第一个会喷出去 是不是第一个会喷出去 而且位置也超漂亮 对不对 都是在第一档 你可以直接赚钱的 包括今天早上 早盘的时候 新朋友你一起买 你今天都赚早提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还是把握机会 一起来赚钱吧 那么 接下来 当然 核酸检测 这是生计里面最重要的一块 好 那我觉得都会喷出去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当然赶快跟上来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是干个股 其实不管是电子非电子都一样 因为电子里面当然强的股票有 然后弱的股票也有 因为最近真的个股的差异是非常的大 那这样当然都跟后面东西有关 那这个我觉得是股票上面很常见的道理 那当然有些股票就震荡之后 还会再持续去上升高 但是有股票相当的弱 就是说有些有杂音的话 你看像是这个就下来 那么也是之前热门的股票 那所以其实还 有些股票最近是稍微会整理一下 那涨多的对不对 稍微整理一下 那么其实还蛮多档的都是这样子 那当然光阳科今天有点利空 这短线也是要整理一下 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那有些股票的话其实慢慢就往上 比方说像是远展 这个黑K已经慢慢要消化掉 这种消化黑K的方式就跟这个一样 有没有 当时这一根黑K 那这根黑K就是震荡整理一下 然后慢慢的把金吞蚕食掉之后 然后再来就喷出去 对不对 两个其实一样性质 那都算什么 宅经济相关 其实宅经济现在才是真的当道 对不对 美国 纳斯达克涨的不都宅经济 纳斯达克好几档都是跟宅经济有关 亚马逊FV Google全部都算宅经济 是不是都是这样 Netflix也是宅经济 其实都是宅经济 那就是其实纳斯达克涨的是那一个 对不对 所以宅经济当然强 那我刚刚举个例子 你看像这种大量就是这样 对不对 大量整理一下洗过去 它就先吞一半 吞了一半之后再往上面 对不对先把这个吃掉一半 吃掉一半之后上去创新高就喷出 是不是 所以意思是一样的吗 这个现在就是正在吃 对不对 吃到一半之后现在 再来准备也会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主轴就是这里 对不对 电子的主轴就是这里 那再来就是生计 对不对 那生计里面 上个礼拜我就讲谁会先喷吗 对就是核酸检测 PCR核酸检测 第一个喷出去 对那是第一个你要买得出去 那我上礼拜就直接这样讲 对不对 而且你看得到数字营收获利 爆发力最大就这里 所以其实 你在趁着大家都在讨论 那些合一中天的时候 其实不过我就觉得 我也直接讲就真的是跌过头 那个也真的是跌过头 对不对 因为跌到最后那是筹码的因素 筹码的因素跟分牌交易有关 那你越跌分牌交易就已跌止跌 那现在一定就反弹 反弹以后再来就是横向震荡 然后分牌交易时间就过了 是不是然后就回到正常了 那个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生计不是只有那几档 对生计核酸检测第一个要买 那就是第一个 接下来最强的族群 对所以就讲很清楚啊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印证啊 对不对 完完全全印证嘛 你看数字好的话 当然像是横大就第一个冲出去 那再来的话 普申这多头是没有变的啊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前面是几倍啊 是不是 然后现在开始 才真的要反应后面的营收 那后面的营收 如果预期出来的话 那个EPS跳很快 对不对 那EPS一定跳很快的啊 因为你的股本也才多少而已嘛 就算是争之后的股本来算的话 也不过就是五亿多 五亿多的股本 你算起来 它的EPS爆发力非常强啊 EPS爆发力强 要不要反应在股价 当然要反应在股价 是不是 而且现在全世界需求 还越来越高 是完全没有下降 那需求是越来越强啊 那我们这些 你说出个 好了 普申全满80万剂 80万剂一点也不多 美国一天要检测70万人 是不是一天而已啊 而且还在持续在增加之中 那所以现在订单满手嘛 那订单满手之后 接下来7月换满载 8月开始 可能就两班制 80万剂可以搬到160万剂 160万剂的时候 那个 对一个降股本来说 它的获利就非常高 所以股价当然是 前面的那次买点 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还有第二次的买点嘛 第二次的买点 我认为势比创新高 是不是就像我说 昨天我说 瑞基差不多了 对不对 一样要大涨 瑞基也一样是一个多头 对不对 前面拉回来反映一下6月的营收 6月营收低延一点一点 但这个外销的 正式的TFD的外销许可 那正式的TFD外销许可拿到之后 前面的那些东西就一样要出货 再加上还有新的订单 再加上EUA演示最近 对不对 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是不是打完底了 对不对 这打完底上去之后的话 那前高我觉得很容易啊 那你再从前面来看嘛 如果这是从月线来看的话 这叫什么 月线三红K嘛 三红K是不是长度确立 是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好的买点 我才会讲说 还没有跟上港会跟上 因为你就有另外一次赚大钱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势必要把握 对不对 所以我从上礼拜就直接点名 就是PCR检测 生计里面第一个你要注意的 就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是第三季 营收获率最好的 对不对 而且爆发力又最大的 然后股本又小 EPS跳得更大 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朋友 一定要把握了 好 所以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或者想要赚后面标股 就赶快跟上来 那等一下也会有我们的咨询电话 那当然你有问题也可以打来 因为后面接下来 个股确实会差很多 那么标股就直接 更好 那该大赚的时候 就直接赚保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等一下有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了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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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